OK 他們知道是開門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出門一定要收門 整個房子都翻了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我們人生的第一個Clubmate之旅 聽說Clubmate很適合家庭跟小孩 然後他又是全包式的 有點像是住在度假村的郵輪 我上次看那個 忠祐跟威威他們去那 我就天啊也太好玩了吧 終於歡迎我們去朝聖了 那我們這次Clubmate要去的地方是 去印尼的明丹島 那會選擇這邊是因為我們這次剛好來新加坡 那其實新加坡過去那邊 只要大概5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度輪 很快很快 算非常的近 那想說難得來了 那就剛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來新加坡 其實除了可以玩馬來西亞 然後或者是本島這邊之外 你還有一個海的選擇 就是可以去印尼 明丹島好像就是新加坡的後花園 我們自己聽到這句話會覺得 好像有點敏感 會不會人家覺得不舒服 就有問一下當地人 就是沒有覺得這是一個負面的意思 真的覺得還好 後花園是說很近然後可以去玩的意思 主要也是因為當地人也需要賺新加坡的錢 好啦那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我們現在人在的地點是碼頭 碼頭的邊 碼頭其實離機場很近 機場下來大概8分鐘就可以到碼頭了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是 出發之前呢你一定要提早一個半小時來Check in 在這邊 Departure的地方 但我們今天真的有點太幹了 我們大概只要半個小時了 可是沒有遇到什麼好像很趕 或者是在催你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Check in完之後呢 旁邊這邊就可以給你Baggage Check in 就是你只要去那邊護照給他看完之後 旁邊就可以把行李寄給他 有點像坐飛機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準備要進去了 從這邊可以Departure 我們進來了 成功過關 因為幾次晚上我們要去印尼 所以還是算要出 所以要走正常的出海關流程 這個出海關跟我們一般坐飛機 還蠻不一樣的 因為坐飛機你不能帶水不能帶吃達什麼 可是在這邊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吃的喝的 像我們把午餐帶進來吃也都沒問題 超怕暈船之人你準備好了嗎 嗯 可是如果是大船的話還好 他是渡輪他不是大船 那我就拜了 有幫你準備好了這個暈船藥 感謝 而且他提早有半個小時吃 然後小朋友通常買不到 然後他有賣這種 他是帶手環 然後他就說可以 可以防暈 好酷喔 等一下可以給他們試試看 買了兩個 上船前趕快吃藥 等一下直接睡覺 今天的船好像沒有很多人 沒有 這邊後面都還空空的 然後還蠻特別的是 這邊還有賣一個小點心的吧台 日清的拉麵 還有賣一些餅乾 酒水 我先去啦 我覺得有時候停在這邊還更狂 對 不打擾你了 呵呵呵 你帶什麼 不會暈船的嗎 幫他體驗看看 他就是上面有一個點 然後壓在你的那個 這個很像我們手錶下面這邊 媽媽成功了 今天的浪還蠻小的 然後嗅一下感覺 欸出發20分鐘 再20分鐘就到了 成功進來了 明蘭島果然非常的海島 真的 比起新加坡這邊的風又更大 而且這邊是海味 嗯 真的 剛剛進來還蠻順利的喔 我也覺得還蠻順利的 因為今天船的人可能比較少一點 我們大概排10分鐘就已經直接入關了 然後剛才呢 有一個小插曲是 原來這邊進來 台灣人還是需要Visa的 要簽證 所以我們進來 其實就是要付一個錢 那這個錢的話 大概一個人是一千塊台幣左右 然後下來之後呢 這邊就有clubmate的那個小店 然後就有車子來接我們了 直接就有人幫我們拿行李 我們要開始體驗clubmate的服務了 我們剛才下車呢 就有專車的服務 然後他剛剛說路程只要15分鐘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很快就可以到我們的飯店了 剛才在碼頭check-in完之後 他就給我們一個這個 但是裡面是沒有房卡的 他說房卡在飯店 外面就有直接寫說我們的房號 我們今天住的是 CI216還有CI215 是有兩間房間的 I don't miss you ever had But you would ever understand That I don't really need a none 來啦 嗨 我幫你拿吧 謝謝 那個行李 我們等一下要幫你送房間 好 謝謝 嗚~~ 我們到了 太美了 這邊以clubmate來講算大嗎 這裡其實還不算太大 然後還有更大的 可是我們這裡比較偏金子 啊 你要不要試試看賞你的 我們住 1215 有找到嗎 這個嗎 耶 喔 有看到什麼嗎 有的來嗎 大象 哇 有大象 so cute Welcome to Binted 好可愛的大象 我們剛才去導覽完整個度假村 真的好大喔 然後弟弟很想要射箭 所以我們第一站來到了射箭這邊 這邊也看起來像超專業的射箭場 我覺得他每一項運動啊 都是感覺像一個超級正式的運動中心 你有看到那個那個米嗎 你要射到那裡喔 你射幾分 五分 好 五分 We go together like misery like company but we it's okay it's okay Are you ready? oh no no 你要看 你要看前面 看前面 你要瞄準啊 你要瞄準 你要好了嗎 你要好了嗎 Go Go 1 2 3 Go 9 9分耶 HIGH FIVE HIGH FIVE 用力 用力 看瞄準 1 2 3 Go WOW 2 我們剛才GO帶我們快速的run了一下整個度假村 這度假村其實他說不是最大 可是我覺得還蠻大的 很大 我剛剛走一圈 只有我的汗 碗頭大汗 好熱喔 我們回到房間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然後待會兒 小朋友想要去游泳了 我們快速的看一下 我也要趕快去泡水喔 我需要水分 進來就非常的度假村的那種飯店 這讓我想到那個幽火耶 對就是墾丁那種類似的 整體的風格都是那種南洋風情的 不管是家具啊 擺設啊 然後很貼心的是一進來就很可愛的大象 然後這邊還送了一個這種環保袋 然後連這個床單都特別用了一個葉子的感覺 這邊還有送一些熱帶的水果 給一些information 喔 它告訴你那個海流 所以要小心 因為它的那個海灘那邊好像是沒有救生員的 只有泳池有 然後隔壁呢 我們的連通房 它一開始就把我們打開來了 是兩張單人床的連通房 在這裡 廁所的話是乾濕分離 比較像日本那種一間一間的 這邊是上廁所的 然後洗澡的 這邊有雙洗手台 等於說我們這樣只有四個洗手台 我們家一人可以用一個 還算是蠻舒服乾淨的喔 然後因為這邊真的猴子非常多 所以它要告訴你說 猴子在這邊 所以你要小心的把房門關好 這間房子看出去的view也很讚喔 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來 你看 我們是直接看到海灘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草地 泳池就在前面了 現在呢小朋友正在做風箏 他們現在有mini club的活動 所以那邊就有GO啊 就帶他們做風箏 等一下 那你要再後退一點 那你要再後退一點 你後退一點 你大兩順你後退 好 你可以過來一點 要到線喔 還沒還沒 預備開始 你沒有你吃 好痛 你沒有你吃 好痛 超大 她正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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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拉你是不是 再來一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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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會公平行嗎 等一下 她不是可怕的動物喔 小心喔你們兩位 媽媽很兇 平常在對付兩隻猴子 她現在在對付一群猴子 走了嗎 走了 全部都走 啊你們乖了 你被狼擊 哇 門要鎖起來了 我剛往上 她會這樣開 那個猴子的大便 猴子的大便 好臭 可是這隻好可愛喔 哈哈哈 你餵飽了他們 整男的水果 她把我那個環球那盒咬走了 她把我那個雙八的肉拿出去吃了 整對猴子都翻了 而且有榴槤的味道耶 這個是榴槤嗎 她覺得很臭 她把它吐出來的 我不知道 我聞到榴槤的味道好臭 哈囉 那是我的水果 還我 你今天在吃多開心 我們在吃我們的流程 準備來去吃晚餐了 第一餐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畢竟我們在這邊 所以你想後面想不想吃的意思嗎 對啊 我們要在這邊待五天思夜 所以 口味到底合不合呢 會影響到我們後面體驗的心情 那這邊真的 門訪一定要先鎖好 不然那個猴子大軍真的好可怕 她晚餐是每天的六點半開始 那我們今天的晚餐呢 是在二樓的主餐廳 然後走進來就發現 她這邊有點像 HAPPY HOUR這樣子 已經有一些小店 可以在樓下先吃了 然後前面的酒吧呢 當然就是可以讓你無限的上癮 因為你的錢呢 全部都包括在裡面了 我點了一杯 薄荷 薄荷檸檬 特調 蠻好喝的 真的喔 這是新飲料 蛤?你等一下就醉了 是嗎 一口接一口很容易就醉了 對啊 很好喝耶 我會講 這個餐廳的風格很有質感耶 是現代風格的裝潢 它一樣是用buffet的 比較開放式的一個廚房的空間 看一下媽媽在拿什麼 哇 你在吃什麼 拿那麼大天的狗粒啊 太大了吧 我的手這樣 拿那麼大天的狗粒啊 OMG 不可能還會有薄荷檸牛排吧 超酷的 而且可以無限吃 超酷的 剛才踩了一圈啊 發現他們有很多各國的料理 可能是因為這度假村啊 真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旅客 所以就是中式 西式 義大利啊 各式各樣的料理都有 然後看起來都還蠻不錯的 我們來吃一下 好啦 吃飽了嗎 差不多了 耶 要進攻之前的部分了 它甜點看起來都超好吃的耶 它那個巧克力還有那個蛋糕 登登 我剛剛來吃那個 威靈頓牛排啊 真的超好吃的耶 超好吃的 但我真的很浪費 我就不喜歡外面的酥 我超愛酥皮 然後也很喜歡吃牛排 所以加起來剛剛好耶 那它這道料理啊 好像不是每天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的話 剛好有看到 很推薦可以拿威靈頓牛排 因為覺得它料理還蠻不錯的 然後其他料理呢 我覺得就是選擇很多 然後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我們準備要看晚上的秀了 每天晚上都會有不一樣的表演 然後在這邊呢 它是所有的小費 其實都已經鋪在裡面了 所以像剛才啊 我們坐在最前面 然後請他寶也要過來 然後這些都是不用特別給小費的 就是享受被服務的那種感覺 我坐在這個家中 就是目前為了 以前白頭上 passe點 換一個 我們已經回到房間了 剛才吃完晚餐還有晚上的秀 然後秀完之後還有一個接力賽的活動 好像每天晚上的活動都不太一樣 剛才帶著Cody就一起去重關 可能沒有真的是完全佛小朋友的 可是我覺得還是一起體驗蠻開心的 然後他整個氣氛營造得非常好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好啦這就是我們第一天來到Clubmate的體驗 然後明天呢很重要就是我們要體驗一下 Tubo小孩最重要的Clubmate的服務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再見囉 掰掰 對 我記得 咳嗽 蘇